两个人在一起,感情中男人可能会有很多好奇 总会询问女人一些东西 爱你的女人可能会对你无所隐瞒 但却有几件事,她却不可能对你坦白 不愿意承认,让我们看一看吧 一,女人不会告诉男人有没有谈过恋爱 或者谈过几次恋爱 至于具体跟哪些男人谈,男人不得阿滋 女人反倒在你面前伪装成纯情的模样 除此之外,女人是否跟前任发生过实质性关系 是否流过惨 对于男人始终是未解之谜 二,女人难以忘记旧情人 只因为女人难以忘记旧爱 只是女人心照不宣而已 她会把旧情人深藏在心底 她虽然知道旧情人存在 但是女人不会轻易去处击 以免愈合的伤疤再次被揭开 自然而然女人不会给你提及 以免节外生枝 倘若女人怀念旧情人 女人即使跟你结婚也会获得同床异梦的生活 历经失败的恋爱 她不再相信爱情 她跟你结婚纯粹是为了结婚啊 结婚 通常越重视物质或越败金的女人越是如此 三,女人不会承认自己是绣花枕头 女人为了取悦你 经常会乔装打扮 进而女人让你产生错觉 带到你们生米煮成熟饭 她不仅得到你的人 而且还会得到你的心 女人会邀请你去她的住所做客 你会察觉女人的住所 跟她光鲜亮丽成反比 既脏又乱又差 除此以外 女人卸妆过后 树颜令你大惊失色 她不会承认自己是人造美女 其实女人但凡对你隐瞒事实的真相 败露的事实 等同于冰山一角 四,女人不会告诉她找过爱情备胎 并且你起初就是她的爱情备胎之一 只是你在众多爱情备胎出类拔萃 女人让你转正成为她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阿姨 女人找过爱情备胎的事实会被成风 至于处女以外的爱情备胎 女人会当断则断 进而相忘于江湖 老实不相忘来 女人柔情起来没有最柔情 只有更柔情 同理女人绝情起来没有最绝情 只有更绝情 其实两个人的感情 不能过多的询问 可能你觉得知道的很多 会清楚了解女人 她的过去 但是每个人的过去都是不同的 你不能强求一个女人的曾经 聪明的男人就不会询问 女人不是说谈了几段感情 有过什么样的过去 而是她对每段感情都是全心全意 这样的她 你还要求什么 所以爱情不要带着疑问来看待 爱就好好爱 这么安心 都有差一了 像这个人